我是鄭成龍,Social Master 創辦人 在疫情之下,我們出了不同顏色的口罩 為了大家在抗疫之下,不會產生太大的抗疫疲勞 所以除了我們有三十多隻顏色的口罩之外 我們中秋推出了禮盒 其實我們很早,7月的時候已經計劃我們會做一些中秋禮盒 我們覺得香港人有些浪費 以前大家買月餅,你一定是一盒四個 有多少個家人,現在大家庭可以一飯吃完四個月餅 通常都是吃一兩個,其他剩下的那些我們去浪費 所以我們現在想了一件事就是出一個禮盒 另外就配了一個香港製造的月餅,我們就選了大同 他們沒有給我們什麼特別提供 純粹是我們希望香港製造的口罩 配上香港製造的月餅 現在很流行說什麼藍色經濟圈,黃色經濟圈 我們沒有選擇這些 在疫情很緊張的時間,不分黃藍大家來買口罩 大家覺得你是幫香港做一件事 我樂意的,我不是希望大家讚我們 我們只是希望真的做到一件事 但是隨著疫情剛剛慢慢就開始 未去到第三波,第二波那段時間 已經有人去起底 就說鄭成龍,你以前是監禁的 你有些評論我們覺得不公道的 攻擊社會面膜 我經常都套用一些年輕人的說法 不要當人是condom 但是我變了condom 不知道為什麼 我只見到我的口罩就五盲綠色 我見不到我只有藍色 我賣的也是賣給全香港人 我沒有選擇哪一類型的人過來 我想在整個抗疫裡面 我不覺得特區政府做得差 其實我看到政府不是說 行少少步試的 其實他們不是一些不敢做 而是他們平衡了各方的要求和市民的需要 但是如果你說防疫物資方面 因為現在看情況就是 好像疫情退了下來 我估計香港現在有六七十間口罩廠 或者生產一些防護裝備的廠 究竟是否疫情一退 大家一起收拾了它 政府是否有些潛艦性 可以想一想 究竟我們哪些水平的口罩廠 究竟是否我們可以留一些廠 會不會將部分的廠 納入了一些長遠的抗疫物資 有一些什麼政策是可以幫到這些機構的 其實為什麼一定要去外地採購 口罩其實已經不需要了 香港這麼多間廠 難道幾間你都找不到是有質素的嗎 我想政府要做一些事情 但我一見不到就能動 那是否要等執政幾間才跟他們談 但當然大家要做一些品質監控 要做得好 這樣就可以養活一些廠 請進去內容 請進去內容 請進去內容